记者谢军林台北报道,调查局长蔡清祥将于下周一接任法务部长,由基层检察官组成的建经检改金发表声明,除了恭贺之外,并继续新部长捍卫检察独立,依据去年全国司改国事会议之决议,继续检察改革未经之业,令提出万年二审问题,案件附和过重,积极推动修法,成立警察绩效制度改进了。 委员会等五大建议,渐轻检改五大建议如下,一、一二审检察官轮掉制度在今年有了起头,但万年二审问题依旧,新制度相关配套已相当削漏,请法务部积极拖善规划,误开改革倒车,二、检察官案件附和过重问题,再减少在一发回次数上已有开展,目前除新办立案审查中心外, 更应推动相关修法或改良程序已有效减少烂诉送源,并增加辅助办案人力及各项资源,不能又要满好又要满而不吃草。 三、反贪腐修法严荡,防淘机制有大漏洞,金融八法没收遭修法架空,各项立法及修法都刻不容缓,请新任部长坚持正义理念积极推动修法,健全完善法治。 四、警察机关传统绩效制度直接影响人民权利及检察机关效能,建请新部长透过行政院会机制,促请内政部警政署落实司改国事会有关于此之决议,成立警察绩效制度改进委员会,保障人民权利及提升整体司法效能。 五、最后,我们也要大声呼吁来自检察基层,曾与检察官并肩作战的蔡清祥部长,使之捍卫检察官独立地位,不进行政治干预,提供检察官一个不受政治与财团操控的办案空间。